淡水区中正路251号后方有一条河岸步道 过去假日是游客人潮众多的地点 不过里长就表示这里的路灯与一旁的路数电线交错了景象 不但影响了景观 而且这些电线在晚上路灯亮时就会通电 恐怕有漏电的遗虑 在淡水区中正路251号后方 也是文化里伊林的所在地 而这里连接淡水第一渔港与海关码头 有一条河岸步道 过去假日是游客人潮众多的景点 不过里长表示 在这里的路灯与一旁的路数电线交错的景象 不只是对于景观有影响 而且这些电线在夜晚路灯亮起时就会通电 有些还有漏电的疑虑 这盏灯它就是那个外围的那个线 电线会缠绕在树上面 那个树的根会把电线包起来 所以这是一大看率 还有电线 它会漏电的地方就在这里 漏电的地方在这里 尤其是下大雨 现在它把总开关给关了 因为这边没有灯的话 人的安全也是有待考虑 所以说我们希望在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优先 里长说在这短短不到十公尺的步道 就可以看到许多路灯当中连接的都是外漏的电线 而有的电线还去缠绕到一旁的路数当中 被树皮牢牢困住 要是下雨天或是民众经过发生触电 就是相当危险 这个一定是有它的实践 听说已经有四年了 对 四年大概你看它的面积 这个电线的面积已经升到里面去了 对万一说 它这个总开关一打开 万一着火 对对对 他们现在是把总开关给关了 然后呢假如说开关一打开 因为晚上都会有旅客走过来嘛 这边这个地方就非常暗 按的话就是在安全方面就有待考虑了 里长说这里的设施相当老旧 也缺乏修缮 而目前也向相关单位来反映 而这些电线悬挂在空中的景象 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 也希望不论是区公所 还是市府高摊地管理处 都能够将这些电线整理 不仅是市容会更加美观 也确保民众安全 记者许多安一 代表参谎报道 groadi triangles 统签 数太多的区 valores 竟然 groove